拉斯维加斯这么多精彩的演出 到底哪一场最好看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拉斯维加斯的秀 大家好 拉斯维加斯是世界娱乐之都 夜幕降临以后 大大小小几十场秀 在拉斯维加斯各大酒店里面 同时开演 但其中最出名 也是必看级别的秀 当属太阳马戏团打造的表演 太阳马戏团 Cirque de Soleil 虽然名字叫做马戏团 但其实它没有传统马戏中 动物表演的部分 主要是杂技和歌舞融合的 艺术杂技秀 舞美做得非常的棒 正是因为太受欢迎 所以在拉斯维加斯 一共打造了六场常驻表演秀 不同风格主题的 那么到底哪一场最精彩 我呢 作为一名生活在拉斯维加斯的人 很荣幸地把这六场秀都看了一遍 所以我今天就为您一一盘点一下 他们各自的特色以及我的体验 分享实用的选择和购票的攻略 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 欢迎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这六场秀分别是在金银岛酒店演出的 神秘 Mistere in Treasure Island 在白乐宫酒店演出的 O Show O in Bellagio 在幻景酒店演出的 Pito's Love in Mirage 在曼德勒海湾酒店演出的 迈克尔杰克逊一号 Michael Jackson One in Mandalay Bay 在纽约纽约酒店演出的 疯狂的苹果 Mad Apple in New York, New York 以及在米高美酒店演出的 Car Show Car in MGM Grand 由于这些表演都是不允许录像的 所以我今天展现的素材 要么是在羡慕的阶段拍摄的 要么就是官方的宣传片 只能这样了 大家可以重点听我的描述 首先来说说Mistere神秘 它是太阳马戏团 在拉斯维加斯打造的第一场秀 从1993年开演至今 经久不衰 这场秀是典型的艺术杂技秀 杂技的戏份是六场中最多的 各种高难度的杂技绝活 一个接一个 小丑的表演也最令我印象深刻 音乐都是现场伴奏和演唱 总体来讲 这场秀最让我觉得 秉析名声最精彩 所以如果让我二刷 我还会选择这场秀 而且不光是我 网上很多朋友其实对这场秀的 评价都是最高的 No.1 因为它最能够体现太阳马戏团的特色 风格和杂技水平 毕竟您想啊 处女秀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无法逾越的 第二呢我们来说说欧秀 它的特色在于水上杂技 融入了很多高台跳水 水上芭蕾等因素 它的舞台可以水路一体切换 白乐宫酒店在90年代 就斥资7500万美元 专门为太阳马戏团欧秀 修建了这样一个水路空一体的舞台 这个剧场设有多个包厢 包厢的客人演出之前 可以跟演员面对面聊天和影 还有酒水小吃等提供 包厢的私密性呢当然很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视野稍微高了一些 远了一些 并且500美元的票价真是不太值得 因为它并没有带您去参观舞台或者后台 你还不如选择包厢下面几排座位 一张顶三张了 总之欧秀也很精彩 但如果一定要去跟Miss Deer神秘相比的话 我还是觉得Miss Deer更胜一筹 如果一个打A 那么另一个就打A加 就是这种差距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两场主题秀 分别是纪念迈克尔杰克逊的 Michael Jackson 1 和纪念披头士乐队的 The Beatles Love 这两场秀主要是偏重歌舞表演 杂技的戏分并不多 而且音乐也不再是现场伴奏 而是播放的主人物的唱片 所以特别适合P头士乐队 和Michael的歌迷朋友们去看 P头士那一场的舞美设计 突出的是他们四个人 展现的是英伦风格 我记得其中有一段双人舞 女舞者穿了一袭红裙 在现场氛围的烘托之下 几乎看得我快要流出眼泪了 就好像是P头士乐队的作品一样 有一种对灵魂的冲击力和穿透力 让人回想起往昔的那一段岁月 而Michael的那一场 他的舞台效果 尤其是声光电 是最炫酷最炸烈的一场 就好像是在看Michael的演唱会一样 那些舞者虽然不如Michael本尊 但是每一段编排都是在致敬Michael 尤其是最后一段 通过科技手段 仿佛没有看到小时候的Michael 以及Michael巅峰的时期重回舞台 这也是为什么结束之后 观众起身鼓掌的那种热烈程度 是六场之最 我还看到有Michael的歌迷现场流下了眼泪 第四呢我们来说说疯狂的苹果Made Apple 它是2022年才上映最年轻的一场秀 这场秀最具美国元素 尤其是纽约文化 因为纽约有一个别称 就叫大苹果的Big Apple 所以这场秀能看到很多纽约街景 街头篮球 霹雳舞等等 还特别加入了中国空竹的表演 杂技的戏份比Michael和Pito盛年两场要多 音乐呢全是现场演奏的 爵士乐摇滚乐 所以整个氛围非常的high 但是其中插播20分钟的时间 是一段即兴脱口秀表演 语速非常的快 可能听懂能够听个大概 但是要想真正体会到它的那种笑点 我觉得就不容易了 接下来再来说说卡秀 它的宣传片做的是非常好 但实际体验一般般 它更像是一部有故事主线的舞台剧 或者实景电影 舞台和题材做得很宏大 但是有很多打斗的场面 实在是太假了 你想现在拍电影 那些打斗场面加了多少后期特效 您再让观众坐在剧场里面 去看演员在舞台上吊着钢丝绳 假打过去假打过来能有多精彩 倒不如把精力重点放在杂技和歌舞上呢 所以这场秀我个人不推荐 好再来说说选座和购票 每一场的舞台都非常大 而且有很多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表演 并且太阳马戏团的秀啊 它其实不需要您过多的去关注 演员局部的表现 而是通过整个舞台的呈现 达到一种效果 所以切记做得太靠前 我觉得剧场中部和中部偏后的位置 反而是最好的 并且稍微侧一点 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么购票的话 您可以去太阳马戏团的官网 以及该场演出所在的酒店的官网 或者是像TripAdvisor这样的旅行网站 比较一下 反正就是不要在拉斯维加斯街上的 那些票亭子里面买 我比较过 更贵 并且开演之前如果上座率不高 官方有可能会折价甩败 但通常来讲 周末的票价一定高于平时的票价 因为拉斯维加斯就是一个 适合来度周末和小长假的地方 并且每一场秀 他每周都会休息两天 所以您如果想要看特定的某场秀 一定要记得去看看人家的演出时间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一言以蔽之日 如果你想看最经典的杂技和小丑的表演 那就是Miss Deer 神秘 想看跳水水上动作 那就是Oh Show 如果对披头是乐队 或者Michael有特殊的情节 那就去分别看这两场 那么如果想看第一道的美国文化 那就是疯狂的苹果 Mad Apple 至于Casio 我就不推荐了 好 我们今天主要盘点的是太阳马戏团的杂技秀 其实拉斯维加斯还有很多不同的表演 比如说魔术 马术等等 那么下一期视频呢 我再为您盘点一下其他种类的秀 总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观众订阅我的频道 我还将为您分享拉斯维加斯更多的好吃好玩 带您游览美国以及世界各地 让我们一起麻辣烫世界 Let's hot pot the world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朋友们下期见